HELLO 大家好,我是電車上的小一 在親密連假呢,還是要來點科技新聞啦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在餘人街各大品牌 都推出了一些有趣的宣傳來整整消費者 像是Google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酷炫的商品 像是在Google Map上就有尋找威力的遊戲 小一真的非常的愛玩 我還邊走邊玩撞到柱子了,超丟臉的 另外它還推出了可以在鍵盤上使用滑行輸入的裝置 電他少女們最想要的就是Photoshop在餘人街當天推出的飲料啦 因為它喝完可以擁有完美的外表以及身材 在鏡頭上面就不需要再靠修圖或是後製啦 這麼神奇的產品還不趕快給我來一包 大家有沒有在餘人街有印象深刻的玩笑或是宣傳呢 還是你有被電他少女的影片給嚇到了呢 根據NCC的資料顯示 Google Pixel 2已經在送檢中 代表不久後就會在台上市啦 雖然上市的日期還不確定 不過大家推估呢可能會在今年10月 與Pixel 3一同發表囉 不管怎麼樣台灣都將成為 第一個可以買到Pixel手機的國家啦 嗯...此時是不是應該謝謝先前才把部分手機部門賣給Google的HTC呢 上個月呢台灣機車龍頭廠商光陽推出了KIMCO IONX車能網電動機車 主打以在家充電為核心理念來迎戰對手 哎呦這是針對誰好像還蠻明顯的吼 那GoGoro似乎真的有點緊張啦 在近日推出了GoCharger Mobile 它可以讓你的GoGoro2透過一般的電力插頭來供電囉 那目前呢GoCharger Mobile只是一個非常態的替代方案而已 GoGoro表示呢依然以換電池為主要的模式啦 嗯...這好像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也可以在家充電啊 這場機車彈戰呢似乎才剛開始而已 不過呢身為消費者 我們當然很樂意見到兩大陣營在市場上互相競爭 這樣互相牽縮之下才能提供給我們更好的功能 以及更優質的服務品質啦 大家說是不是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個讚 以及訂閱電他上網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才能接受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